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好快就要中秋节了 那北农也很应景的 推出了一个烤肉组合 这组合里面有什么呢 这食材里面包括了 战斧猪排猪肉片 还有套Q等等9个品项 只不过肉类海鲜通通都有 但好奇怪 就没有所谓的蔬菜 外界就直言说 北农不就是应该要来 推销蔬菜才对吗 除此之外 北农还被爆料 强迫员工认购这样的烤肉组合 甚至每一个层级 要得到的这个KPI 数量并不一样 而现在北农也做出了最新回应 他们说确实有定出所谓的KPI 但是他们并没有强制 员工购买 肉片高龙火烤 在烤盘上香味肆意 中秋节应景烤肉 为了抢商机 北农这回也推出烤肉组合 但里头的食材却引发讨论 多种海鲜肉类看起来超澎湃 连铁板面也有 但说也奇怪 怎么北农推出的烤肉组 反而没有自家蔬菜 为什么北农公司要这样不务正业 去抢这个所谓的续产公司的工作 而且这些肉品都不是来自续产公司 议员质疑北农根本不务正业 仔细看这款烤肉组合 限量一万份 包括猪排猪肉干贝透抽等九个品项 优惠价两千二有找 却传出因为销量不佳 强迫员工认购并对外销售 看看公文写着销量目标一万组 其中职工推广目标超过八千组 还传出主任经理级需要认购五十组 就连派卖员也得认购四到五组 大家都压力山大 除了提供这些蔬果的礼盒以外 我们也希望提供给消费者多元化服务 我们也希望各单位大家一起来 同心协力来做一些推广 所以我们各单位也都定有一个目标量 但是我们并没有强制性 说是没有强制 但设定这目标不免让员工担心 万一没认购 销量没有达标 烤季年终会不会受到影响 北农的烤肉组合 似乎也让员工的过节心情变了掉 华新闻杨超纯 姜小园 台北采访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